大年初一 沈与沈浩带着礼物去庄家拜年 顺便向双胞胎姐妹求婚 我不放心你们俩臭小子 让你爸也跟着一起去 表示我们的诚意 不是吧爷爷 他一个老男人去了也没啥用 爱手爱脚的 死小子你说什么呢 彩礼还想不想要了 少废话 出发 沈庄俩家离得很近 父子三人一大早就动身了 沈志伟亲自给兄弟俩开车 全程黑着脸 老子的老婆温柔贤惠 美丽大方 怎么就生出你俩混账东西 简直给老子丢人现眼 这只能怪你的肿不好 沈玉怼得稍微有点技术含量 老爸 您这话要是被刘女士听见了 估计您以后得在书房安度晚年了 沈志伟气得牙痒痒 张嘴开骂 老子看你俩是不想娶媳妇了是吧 彩礼还要不要了 半斤八两的东西 真不知道狼铃和狼窑是咋看上你们的 去了庄家 要是让老子丢了脸 明年的今天 老子就给你俩收拾坟头草 这威胁有点过大 兄弟俩瞬间压去无声了 就这样 老王八一路念经念到了庄家 正好白良也陪着媳妇在娘家过年 沈家父子的到来 庄家老两口真替姐妹俩感到开心 热情地招待了父子三人 三叔 这是我岳父岳母 也是狼铃和狼窑的姨父姨母 爸 妈 这是沈志伟 沈三叔 沈氏集团的三巨头之一 沈玉沈浩 去年你们见过 伯父伯母新年快乐 庄老板新年好啊 带着两个臭小子冒昧来访 还请多多包涵 狼铃和狼窑的抚养权 当年被父母丢给了一父姨母 明摆着不要他们姐妹俩了 自从得知两位丫头 跟沈家两位少爷处对象 肠子都要毁清了 沈志伟也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 给两个儿子提亲 庆家 庆家母 我也不拐弯抹角了 今天来主要是为了两个臭小子的婚事 彩礼我都准备好了 就等两位的一句话了 大兄弟 我也是个爽快人 姐妹俩和两位公子也相处了一两年了 感情非常好 我们也都看在眼里 能与沈家结为殷亲 是我们庄家的荣幸 更是狼铃和狼窑的福分 这桩婚事我们没有任何意见 就看姐妹俩是什么态度 沈与沈浩还没正式求婚 庄家劳两口就当场应下了这门婚事 要知道多少豪门千金排着队都想嫁入沈家 说是高攀也不为过 庆家哪里话 千万别说什么荣幸和高攀之类的话 要说福分 那也是我家那俩臭小子的福分 而此时的姐妹俩拉着沈与沈浩来到了花园 气呼呼地问道 所以 你俩今天是来干嘛的 显而易见 什么都让我老子干了 沈志伟老头子是怕俩臭小子在别人家里干起来 所以才速战速决地帮他俩解决了 但婚姻不是儿戏 起码的态度还是要有的 沈于率先从兜里摸出来一个戒指盒 里面装着一枚漂亮的钻截 瑶瑶 我主要是来告诉你 我已经做好了给你幸福的准备 想和你一起走完余生的每一段路 嫁给我好吗 狼瑶紧盯着戒指 一把捂住了嘴 顿时被惊喜到了 在狼瑶还没做出回应之前 沈浩也急忙做出了行动 他伸手抚摸了一下狼铃的长发 然后像变魔术似的变出了一个戒指盒 也单膝跪在了他的面前 我是藤儿你是瓜 我是盆儿你是花 每天逗你笑哈哈 小笨蛋 请给我一个珍惜你的机会 收了我好吗 我去 真肉麻 狼铃同样被沈浩感动得不行 捂住嘴半心半疑地问道 你才是瓜呢 你是大傻瓜 沈浩 你说的是真的吗 沈浩点了点头 深情地再次说道 玲玲 无论你多么开心 但笑起来始终没有你妹那么开怀 因为狼瑶是你肩上的一个责任 所以你不敢得意忘形 我想说的是 从今天起 把你妹丢给沈浩去吧 以后你有我了 尽管开怀大笑 尽管得意忘形吧 词真多 花丽胡哨的 这实实在在的话 不光狼铃感动得顿时红了眼睛 就连一旁的狼瑶也感动得不行 他对着沈浩嘟囔道 你弟为了拐走我妹 说把我丢给你就丢给你啊 想得美 你还有话说吗 沈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傍着还能说出这番话来 沈小五 求婚是我先求的吧 你不知道拉着你的女人去那边求吗 这种事还要跟我来个现场PK 咋地沈小四 被我比下去了 怕了 是不是不服 小五子 你皮痒了是吧 沈小四也是你叫的 现在长幼都不分了 眼看兄弟俩就要掐起来了 姐妹俩干脆当起了吃瓜群众 姐 要不我去搬个凳子 拿包瓜子来磕 走 别打扰他俩决斗 我俩搬凳子拿瓜子去 兄弟俩瞬间冷静下来 想起自己干嘛来的了 瑶瑶别生气 别往我心口捅刀子啊 我就一句话 我爱你 请你嫁给我好吗 沈浩爷急忙对着狼铃说道 玲玲 我妈会游泳 难缠宝大人 余生请多指教 姐妹俩文言又好气又好笑 实在拿着俩二伙没办法 那 给我带上吧 眼前的好戏 自然少不了吃瓜群众 沈志伟干大地说道 让亲家见笑了 我这俩儿子笨得很 幸亏狼铃狼咬姐妹俩不嫌弃 不然我和他妈 真得为他们的婚事操碎心了 俩亲家开心的合不拢嘴 两个女婿都喜欢 连忙帮女婿辩解道 哪笨了 两个少爷都是人中之龙 沈家少爷教育得很好 几个少爷中 就剩这俩小公子没结婚了 不知道被多少千金小姐盯上 还是我家这俩丫头有福气哦 地旁的白梁头冒黑线 心里暗暗磨牙 我的岳父岳母大人 等你们以后见识到沈玉 沈浩的德行了 但愿还能这么开心哈 沈志伟咬牙憋住 想损俩儿子的冲动 生怕被亲家退活 张嘴就把婚期定下来了 那亲家您看这样行不行 咱们也不搞定婚那一套了 下个月农历二月初二 就给孩子们把婚礼办了吧 这日子不错 好好好 二月二龙抬头 俗称青龙节 到时候天气也暖和了 我们没有任何意见 俩臭小子的婚事终于定下来了 原本沈玉和沈浩不想一起办 但在双方家长的共同商议 和狼龄狼窑的坚持下 也只能乖乖地妥协 婚期一定 乐轩的关注点全在这件事上了 她和方颖 每天忙着陪双胞胎姐妹挑选婚纱 你们看你们看 这件婚纱挺漂亮的 跟颖姐结婚那套有点相似 你们觉得怎么样 确实挺好看的 你们穿上肯定能成为全场的焦点 把两个新郎官给比下去 姐妹俩早就商量好 必须穿一样的婚纱 打扮也必须一模一样 我相信轩轩和颖姐的眼光 姐 你喜欢这套吗 可别相信我的眼光 跟颖姐和新姐的婚纱相比 我结婚时穿的那套也太丑了 婚纱照我现在都不敢拿出来看 你们自己拿主意 不合适咱们继续逛 亏你还有自知之明 当时我就说那套不好看 沈大还不信 非要让你穿 真不知道沈大这眼光是咋长的 哎呀颖姐 你就别接我伤疤了 快帮瑶瑶和玲玲选吧 我都记不起乐轩的婚纱长啥样了 话说真的很丑吗